是因為我爸爸,我才寫的時間 所以我爸爸還在,很開心 還活著 但是因為我在想 我爸爸那年代 就是他在美國 六七年代的時候 我爸爸是第一批出去外面 跑泳漁漁船的 阿美族的男生 你知道船很小嗎 就在海上漂泊一年半兩年 根本就跟在監獄一樣 可是在船上怎麼尋找自己的夢想 我覺得那個時候 爸爸年輕的時候一定有一些夢想 可是他必須為了家庭 然後洗身體的生活 然後就跑去 然後我自己想要唱歌 想要演戲 然後我爸爸可能會覺得說 他那年輕的時候他沒有辦法去 決定他自己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看到我這個樣子 就是永遠追求自己的夢想說 他可能很羨慕我吧 那我也真想感谢我爸爸 讓他的孩子 這樣 有機會出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要不然我現在應該也是跑床的 他不會是 嚴峻民大部分都當職業軍人 還是做比較苦力的工作 我也是在台上唱歌給他這樣 然後去寫這首歌 因為我爸爸是跑遠遠離床的歌 寫這首 用阿美族語以來寫的一首歌 叫遠遠 請給各位 阿美族語以來寫這首歌 大家聽不懂的歌 要做歌 阿美族語以來寫這首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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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